我十五在外面哎你们作为他的娘家人对吧也也很有体气然后也有一定的支持啊我相信大家都一如既往的支持十五的吧对吧 我们昨天现在2.1万人我来马呀2.1万人2.1万人我觉得都是应该是支持十五的对吧我们把支持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我们2.1万人打200个支持可以吧 好久没有看到师傅了对呀就是很希望就是随时开开心心的我们都是都把这个多开直播然后跟大家聊天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的 你把把那个你把手机给我吧我看你打到我给大家聊天你也要走吧快走 哎呦翻过过来呀 哎呦来吧没你这样的话我还真不再知道 哎 没翻过来吗没有啊 啊 没有我重新再翻 在哪翻呢 在哪翻过来 我不会 这里啊 我的天 喜欢支持支持支持谢谢谢谢大家 家人们你们那边冷不了呀 我们今天这下雨农村就是下雨就很冷哎 你看我还在烤火 哇这个烟子很辣熟 家人们我我真的现在有很多时候哈就是说嗯 嗯你们在农村里面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就是很多人农村的话 说实话我在这儿很回味到这个地方一来的话我真的 就觉得食物这种环境下 现在这种 你们能看得清楚我吗 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个天气 还在这儿烤火 真的因为天气真的 然后还在这儿烤火 对 很很温暖那种感觉很温馨 啊 是的 哇 是不是有点暗哦 你你你你会你会打开我们家的灯吗 我肯定会 很多次 把那个他可能 我也不知道他动就回去 他来找我我的感觉很突然 哦 是的 就这样 好不要再动了 再动的话那个灯要掉下来了 哦 好 你你把灯弄过去一点 我们家灯就是 哦好了 就这样 家里面你们能看得清楚我吗 我们到晚上了 我们就大家来聊聊天 然后开开心心的 因为我和白大哥 一辈子都是好朋友 他也是我的恩人嘛 对不对嘛 我不可能因为他怎么 然后我就不理他 我不是这么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有点暗啊 有点暗吗 哎 今天雾很大 太可惜了 你怎么 如同进了仙境一样 是吧 啊 你看外面那种 就是就是跟那个 那个怎么说了 就是在进入仙境一样 你看那个灵子 全部被那个物包围起来 就是 嗯 诗形画意的那种感觉 没关系 看不到吗 这样能看得清楚吧 十五人最好了 对 十五一直是 没有 我觉得是叔叔阿姨们 你们很好 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我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 比如说你今天 家人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哈 就比如说你今天心情很好 你看到路边的花 你就觉得哇 这朵花好美 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 你看到那朵花 这朵花好烦呀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你会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有时候就会这样 然后我觉得 哎 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 时而不高兴 时而高兴的这种 然后 呃 再一点是 就如同 我觉得一个心灵美好的人 你不会把别人想的有多么糟糕 即使这个人很糟糕 你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个 觉得 哎呀 跟你一样 美好的人 因为你本身 就你自己就很美好 就像叔叔阿姨们 就我觉得 因为你们心灵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你们老觉得食物非常好 是 学会 你 那你今天心情好吗 我觉得 我今天 还行吧 至少比昨天好 至少比昨天好 你的口才真好 没有 我都发自内心给大家聊聊天的 我老觉得我嘴笨不太会跟大家聊天 这个烟子是不是太重了 有一天点球 你会被熏到吗 师傅 你要熏到的功能是吗 我经常 因为我的鞋子 衣服 师傅真会说话 人美心善 家伙们 我觉得 我就是最喜欢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每当有一个人夸15的时候 我就希望 直播间几万人 同时一起来夸他 刚刚有一个姐姐说 师傅 人美心善 那我们可以几万人一起吧 人美心善四个字 再给师傅打在公屏上吗 十五善什么学 家伙们 我们把人美心善打在公屏上可以吗 因为我就很喜欢这样的 我就 我就很喜欢看到有人夸师傅 那种感觉 师傅上的是 加里登大学 人美心善 我喜欢开玩笑 就是我的性格 就是这样的 希望家伙们 你们就是说 希望你们见面 因为师傅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姑娘 谢谢谢谢 然后也是一个性格也比较直爽吧 我觉得 她在我这里的话 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些 怎么说 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都是在她身上可以看到的 家伙们 就是你们经验一下 我的性格就是 有一点 不太好吧 我觉得这一向 可能是好 可能是不太好 我给你们想 我小时候 小时候就是你们小时候 比如说哥姐们 你们有没有兄弟姐妹 就是你们小时候 你们小时候不懂事吗 就你们要互相 互相 比如说 打架呀 这种 我小时候跟我哥哥啊 弟弟啊 我们要打架 然后我们三个 就是 不是真的那种 就是你推我一下 小朋友之间 你推我一下 我推你一下 那种 这个很正常的呀 然后好 爸爸妈妈回来了 我们就 我就在那哭 然后我弟弟也在哭 因为哥哥大一点嘛 那时候很小 然后我们三个 那时候有专门属于我们的 一条 一个棍子 哥哥的要粗一点 因为他也大一点嘛 然后弟弟的稍微细一点 弟弟的就很细 我的又中粗的那种 然后我们三个站一排 好 今天我们三个 只要不听话的话 那我爸爸就会把 属于我们那条的 那条棍子就拿出来 好 把我们三个 挨着挨着的 就教训一下 但是我的话 我是最先认错了 我永远都是 对不起爸爸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永远都是第一个道歉 所以我永远不会挨打 但是像我哥哥和弟弟的话 永远嘴酱 特别酱 就 其实把他 就是说 打到他不能那啥 他都绝对不会说 我错了的一句话 但我的话就不会 所以我从小到大 即使是我先犯的错误 我也不会 就是被 被爸爸给打 因为我最先认错 就是人 就是说 有句话 我们农村有句话就说 别人都认错了 你还能拿别人怎么样 对不对 知错就改 对 知错就改 所以我小时候 我就是第一个认错的 我的天 家伙们 我们直播间 不是聪明 是觉得好疼呀 就是真的 就是聊一聊 食物的这些 就是很有趣 我觉得 每次听他 摆一些故事起来 就是 回到那种 小时候 自己的小时候 也感觉在老话里面 闪现过这些事情一样 我们是平冷的 就很开心 我的天 我们直播间来到 两万两万二千人了 是我 我们从刚刚开播 看到现在的 我们可以扣个一吗 刚开播看到现在的 扣个一 然后新进来 咱直播间的 我们扣个二 对吧 十五几个月来 变化太大了 把你的优势吗 说 其实给我解说 说 虽然我有变化 但是我 我自身的性格 是没有变化的 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可能刚开始 我以前 这么多人 一直从开播到现在呢 对 我是属于那种 有点 就是 就是慢热的人 然后的话 又有一点热情的人 但是 就怎么说呢 我这个性格 因为一走出去的时候 我感觉 那个世界 根本就不属于我 感觉这 我啥都不熟悉 我在那 感觉每天 有点担惊受怕的感觉 走哪 我都觉得 我要迷路的感觉 但是我在家里的话 我就不会了 我感觉 这里就是属于我的 然后我在这里 就是 感觉 就是 有在做自己 一一一一 感谢 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网饭的美食 一直看你们直播 哇 谢谢 但是一定要吃网饭 一日三餐 一定要按时吃 因为人这一辈子 活着什么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 各位姐妹 所以说 你们的话 一定要开开心心 手机都看发热了 谢谢 谢谢 你们真的太可爱了 真的很有趣 我觉得 就是善良的人 会遇见善良的人 我们遇见 也是一种人 因为食物善良 然后 我们直播宴家人们 都很善良 然后 我觉得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这句话 也有一定的道理 都会真的 因为食物很可爱 然后很讨喜 有很多家人们 一直 没有 我有时候 感觉 也有 也有讨厌的 因为有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有人讨厌 就是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又忍忍喜爱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做 才能 就是让 人人喜爱 就是 忍忍开心 这种才是最好的状态 我还要 你已经做到特别棒了 家人们 你们知道一个事情吗 说实话 我的 是我 我现在都还没有看过 你生气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就是上次 你可能就是 也过一回你什么 但是 我觉得你 就是 我还没看到 你从来发过火 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发火干啥 我为什么要发火呢 对不对 我觉得 首先你对别人发火 那别人的话 可能 家人们 就是 这是我父亲 从小教我的话 虽然我爸爸 也没读过书 我妈妈也没读过书 但是我们家庭的话 是一个 就是 其乐融融 是一个 就是那种 很开心的一个 幸福的一个家庭 就是我虽然从小 我也没有什么 多富裕 然后生活也没有多好 但是 我们家的话 就很幸福 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那种状态 就是你们知道吗 我父亲从小就教我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人 他突然对你 就是说大爆粗话 然后骂你的话 你千万不要去 跟别人怼着干 然后那时候小时候 我就很不理解 我就说 我就说 为什么呢 爸爸 那他莫名其妙地说 我肯定要反回去 小时候我就这样想的 然后我爸爸是这样说的 他说 就是 他说 使我 他说很多人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 是比你还要 就是说生活的 不如意的 比如说 你有一个 其乐融融的家庭 对不对 但是有的人 他是没有的 所以说 你在外面的时候 一定要多担待别人 然后多让着别人 就是有句话叫做 就是 你 就是什么 如果你自身过得很好的话 在一件事情上 那么你去让着别人 让别人过得也好一点 就是不要老是去 就是说别人怼你 你就怼别人 就是 那句话叫怎么来着 我爸说的 命贵者让路 还是什么 就是 富贵者让路 还是命贵者让路 就是你自身本来很好的话 那么你去让着一些 他就是说 不太 不太幸运的那些人 然后让大家都 就是 变得 开心 有幸起来 就这样的吧 就对 反正我不知道 我忘了 我只知道我要怎么去做 但是要怎么去说的话 我不太说得来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幸运的人 也有很多 就是说 可能在生活在 可能比你还要困难的 那个境界里面的人 那么你生活在上面的人 你一定要多让着下面的人 就是多单待一点 就是这样的那种 所以 就是说 我不是说 我优秀啥的 就是说 可能你觉得你不容易了 但是还有人 比你还要过得不容易 所以说 你在外面一定要多让着别人 多单待 你自己多单待着一点 这样的话就会好 谢谢 讲得好 鼓掌 没有 我就是跟大家聊一聊 聊这些嘛 然后像我们家的话 就比如说 以前 就是那个 祖祖辈辈 如果没读过书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说 在一个家庭里面 就是父亲说了 算 就是你孩子 就你孩子 你小孩子 就没有你说话的权利的 这种以前的话 但是我们家就不会 就是即使 就是我爸爸说一句话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我可以去跟我爸爸说 我觉得你这样做并不对 或者你这个行为 并不太正能量 就是 就会互相 就是那啥 不会因为你是个 你是大人 好 你说的一切全都是对的 好 你是小孩子 你怎么都得听我的 我们家就不会这样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家庭里面 就那还是挺幸福的 嗯 是我 我给你剥了一个枇杷 哎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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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了 我觉得给大家 我辛苦什么 我又没干啥 那我 可以为你吃一个枇杷吗 就是真正的 今天 那场 家美 你们觉得这个枇杷 怎么样 每次我只要 就说 只要不紧张 然后做回我自己的时候 白大哥就给我制造紧张的感觉 啊 真的 我跟你知道什么紧张的感觉了 说的 我就想为你吃一口枇杷而已 是我 嗯 就是想为你吃一个枇杷而已 你张嘴巴吧 我来 哎呀 你这样的话 不是 就是如果 如果 我就这么说一句话 好 是我 如果你 如果你现在心里面 哎 就是可能要 缓和那么一点点的 然后 也开心那么一点点的 你就接受我这个皮包 让我为你吃一口 可以吧 你 你 你这样的话 不太好 嗯 怎么不太好啊 我才都说了 就是 对 然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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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结束 伙伴们 你们也是真的特别好的人 真的 不接受 不接受 这个 这个哥哥还是姐姐 你是认真的吗 我的天 你不要来 不要来那啥了 好不好 嗯 哎呀 白大哥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吧 就吃吃吧 吃一口 吃一口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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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 你不要总是这样 就是 对我 那么那么那么的好 你们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又不是小宝宝 我又不是不能自己那啥 你给我喂的话 这样 而且那么多人的面 这样不太好 吃一个啥呀 师傅 我说你认真点 你吃一个皮吧 我很认真 你张嘴巴吗 我给你吃一个 你为什么总是要躲开呢 是我 那你为什么要 总是要给我制造一个 就是让我很紧张的 那种氛围 其实我们坦坦坦坦坦坦然然的 嗯 那多好呀 对不对 谁也不提及某些事情 谁也不提及 一些一些往事 那这样就是大家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是 有些东西 不是说不提及 今天因为我上来见到你 我开播带着家人们一起来 跟你聊这个天 然后跟你来什么 我觉得 我个人我是受不了的 你的性格就是真的是 白大哥 嗯 你会 你会走在街上的时候 随便来 女孩子 我喂你一个琵琶 你会这样吗 可是现在我们是在家里 你这样会让别人觉得很奇怪 现在我们是在家里呀 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啥 如果 还有一个 如果在街上 我觉得 我是为我心爱的女孩 孩子喂东西 吃的话 家里面你们觉得 是这样的吧 如果为 为自己心爱的女孩子 吃东西的话 这个应该是 没有那啥的吧 你怎么总是 白总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怎么 真的 你知道吗 你有时候一说话 就又让人想装个洞 装装进去的感觉 是吧 那你吃吧 那我就不内啥了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可以吗 你不要在那啥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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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吃一口 我问你吃一口 然后你就内啥 我想吃个琵琶怎么这么内啥呢 下面我们公平 打一波 666吧 然后让师傅把这口琵琶吃下给吗 我们可以个666 不太 我觉得 我觉得哈 我们做朋友的 我以前没有像你这样的朋友 就老师 喂 老师使我 我喂你吧 我真的不烦 而且我们现在 我们 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是好朋友 但是我们中间隔着一条河 然后隔着一板墙 那板墙怎么都捅不破 那你说 你这么说的 我都 我都觉得我怪不可意思的 我说实话 我 那以后我就不 不给你吃 然后你就自己吃吧 可是你没有这个义务呀 啊 这是我在做 我想做的事情 我不是说因为 我应该为了做这个 而去 那我给你一个 他们说了 要给一个面子 给个面子 谢谢 嗯 这样就开心了 开心开心开心 白大哥笑的 合不拢嘴的 啊 是我明明的 我想就是 就很多事情 其实吧 我们就 嗯 说开了 有 有 也没啥 其实现在 我给 我拿着 枇杷吃 再开直播 然后很多也没 朋友 很多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是 哎 家伙们 十五开心就对了 对吧 我们还是一样 就把公平 是 我们是正能量的直播间 就不能让大家有那种 哎 不开心的一面 哎 我们聊一聊 其他的话题吧 我们要开开心心的 家伙们 就是这样子 我 我问个问题哈 就是上一次 我们十五出去学习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了一些 东西 有在我们这儿 购买过那些东西的吗 有没有 家伙们 有的扣一个一 可以吧 我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在直播间 老粉特别多 十五要珍惜眼前人哪 我有几天 我有几天 家伙们 等哪一天 因为十五正好 我觉得 也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 有什么要 比如说 你们要 单位值得的钱 去 去拥有值得的东西 所以说 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 啥的 你们就是找 找我 或者找白大哥 都可以 因为分享了那些东西的话 当时是 真的 花了很多功夫 然后去那什么 然后 真的是因为十五 那啥 也感谢大家 就是回馈吧 然后我希望 家伙们收到那些东西之后 也能给十五一个 谢谢啊 谢谢 五星好评 然后去 就是现在可能忘记 有些是忘记 评论那什么了 然后就会 就回到 十五的一些 那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了一些评论 那时候 如果是他分享的东西 不太好的那什么的话 十五就会不开心 就收到了 记得给个五星好评 对对对 谢谢大家 家伙们好 虽然你们现在镜头外面 我也没办法 就是给你们枇杷吃 就是对不起 不好意思 让你们嘴长了 我希望如果有哪 以后有机会 如果我们能碰面的话 我一定会给大家 就是一点我的心意 因为这么久以来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实际真的是 非常感谢 然后这个琵琶的话 就 白大哥 你刚刚也给我包了 这个我给你包 因为我们是相互的 这个我给你包 不不不 我这再包就可以了 你吃你吃 你包就你吃吧 我给你包的呀 谢谢谢谢 那那我不客气了 那师傅要不然这样 你为我一个皮大鱼 开玩笑的 你看 你每次跟你开过玩笑 你又这么认真 师傅 其实我们这 只要开开开心心的 家伙们